她从男友口中得知 对方的第一次献给妈妈 让她觉得正经又恶心 那有跟她解释说 妈妈因为要教我 所以女生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表示她听到的时候 当下真的是当机 怎么会有这种超乎常理的事情 发生在身上 她就当作她是一个信仇 就是她把那个老婆捕这个玩偶 当作一个信徒 这样子带她上街 他们就把 那个男生就直接把薯条 倒在那个坨盘上面 然后还想把她的薯条一起倒下去 然后那女生就表示正经 因为她不喜欢人家碰她食物 而且她觉得这样子的薯条 会容易变脸 欢迎收听今天的唱片搞搞 我是艾文 今天大家如果没有看video的话 会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会有点奇怪 因为第一点我是没有用 pocast卖来收音 第二点是因为这个家里 这个环境是我的家 所以可能收音的部分 我在做着testing 至于做什么testing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拍这个 pocast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 想要跟大家开头的时候 聊一聊的其中一个点就是 我个人就 之前就花钱买了一架 iPhone 16 Pro Max 然后因为他们这一次主打的部分 就是收音跟拍照 就是最大的升级 所以这一次的pocast 我就想要说 试试看用纯16 Pro Max 收集本身的收音 来做一集pocast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根本原本是16 Pro Max 录出来的 所以我不知道效果出来会怎样 我觉得录了就录了 我们也打做testing 然后画面也是16 Pro Max 拍出来的 万一效果出来真的很好的 我可以讲各位 如果你想要自己做pocast 或者是想要自己做youtube的话 一架16 Pro Max 是绝对你值得投资的 这个没有够以上时间 但我觉得这个16 Pro Max 是我一直觉得 正式升级有感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pocast 现在想要跟大家 聊一聊新闻 也试试看用16 Pro Max 录出来的感觉如何 好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第一篇新闻 那就是有拉布补 我不知道 到你们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都应该知道拉布补吧 你没有看过 或者你没有听过 你也知道大概它长什么样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 有一个尖尖的耳朵 然后有点腕皮的微笑 然后有点粒粒的牙齿的 那一个公仔 我个人是看不懂 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 真爆红呢 因为其实那时候 就是因为Blackpink Lisa是拉布补的粉丝 所以她就有拍照 然后就打卡 然后就引起了 很大很大的风潮 然后就每个人就去买拉布补 然后拉布补这个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风潮 然后我认识很多 不是开玩笑 认识很多朋友在追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不懂到底它可爱在哪里 然后也不懂它为什么会这么红 红到是大家宁愿花四个小时去排队 然后去各个国家找人帮忙买这样子 但是这个新闻其实是为什么会出现在 为什么今天想要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最近就是新加坡有一个九红 就是马来西亚有一个九红椰嘛 拉布补在新 就是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知道9月10月 农历9月19 就是农历9月的时候都是九红椰蛋嘛 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然后新加坡就有个庙主呢 是称着这个九红椰蛋呢 他就戴着老布补便装 便装成怎样呢 就是好像我们电视电影看到的那种 出席葬礼的那种白色的那种 白色的尖尖的帽子 然后白衣白酷去参加了这个典礼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毕竟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年轻化 然后为了流量 可能是为了流量太多人 也有可能就是一个风潮 一个带领这样子 然后我也明白了 其实因为身边很多人真的是随身帖 随身帖带老布补到处走 就是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子 以文也是这样子 以文是谁就上了上级的podcast的那个女生 然后李嘉宾 他也是千步就买了一个老布补 而且也是他男朋友陪他一起买 一买买三次 然后也不便宜的那种 他就是可以带着他随便随身出门 然后还特地买一个透明的plastic包着它 然后就其实也说不大缩小不小 就是一个手掌 我的手掌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然后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看 而且很可爱啊 我是看不懂了 这个九皇爷庙 它就是 它的庙主 它就是带着一个类似公仔大小的 其实就差不多有三只鞋 这样子大小的 它就出现在这个九皇爷蛋 然后去参加游行参加庆典这样子 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就是说 有些网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太周火入魔 或者是有些习俗是要 就他们觉得习俗是要尊敬 就是你玩你年轻人风潮的归风潮 就是trending的东西归trending的东西 但是尊重这个庆典跟仪式还是要有 就是为什么你会 感觉他们是觉得 这个庙主为了流量 把这个东西带到去九皇爷庙这样子去吸引大家的目光 然后这个 这个事情其实我也觉得很妙 很理想它不对它也没有 毕竟如果这个是如果是一个庆典的话 大家自在参与嘛 就是有参与那个心意是最重要的 至于你身上带什么其实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然后我也不相信之前是没有人带过娃娃走在路上 这个也是一个风潮 这个也是一个很久以前就发生过的事情了 所以不懂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还好 但是很多网友就觉得它有点over了 因为可能是最近太多人在迷这个东西 导致到他们会觉得不尊重了 然后他就庙主就有跳出来讲说 玩偶其实是信重 不是用来供奉的鸡品 所以如果把它作为信品给九王爷的话 如果把这个东西 你当作鸡品献给九王爷的话 他就觉得自己有点over 它是当作它是一个信重 就是他把那个老婆捕这个玩偶 当作一个信徒这样子带它上街 但是这个新闻 这个老婆捕出来过后 就有很多人特地来到那间庙 去看一看这个玩偶的风采 然后其实老婆捕这个东西 后面也带出了很多人的风潮 就是想说它有很多的变装 你可以就是一个公仔 它的脸永远都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衣服 它的服装造型会换而已 其实某一部分也激发了 很多人的想象跟那个创意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老婆捕出现在各个地方 然后搭配着各个服饰 然后融入当地的一个文化 或者当地的一个背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啦 只是我觉得有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要太限制人 他说就是你要出现在 为什么出现在庙里面就代表不近 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场合代表不好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开放性思维 只要它没有造成你的影响 或者没有造成民众的恐慌 社会的混乱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篇新闻 这篇新闻我个人觉得 我好像也蛮常看到这类型的新闻 OK这样整件事情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台湾就有一个女生就投文说 男友第一次献给妈妈 她从男友口中得知 对方的第一次献给妈妈 让她觉得正经又恶心 然后跟她解释说 妈妈因为要教我 所以她完全没有 所以女生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表示她听到的时候 当下真的是当机 怎么会有这种超乎常理的事情 发生在身上 然后女网友也有表示 其实她自己是头听到 所以不是很清楚细节 但是自从她们交往到现在 男方的家人 一直不知道这个女朋友的存在 所以她真的觉得真相 所以她只觉得真相不单纯 她想要找时间跟男生谈谈 如果这些事情真实发生了 她继续要分手 这件事情 如果你的 我有些 有些比较特别的教育观里面 爸爸好像对于儿子 或者爸爸对于女儿的控制 是有一种高到 让人飞于所思的地步 就好像你看中国剧 或者是台湾剧里面 或者是 我觉得中国剧好像比较 有办法拍出比较偏颇 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他们 爸爸会绑着 为了对你好的名义 去限制你的东西 或者是控制你很多东西 让你甚至也会觉得 好像被洗脑到 一切都是离手当然 但是在外人的眼里 其实这一点都不合理的 常规 这个新闻 就是妈妈会觉得 打着教 妈妈打着教儿子 性教育方面的牌 去教 去把男生第一次夺走 这个新闻 我印象中 好像在台湾 不止第一次发生 或者是 可能是教 性别误患 就可能爸爸跟女儿 这样子 但是这种事情 爸爸跟女儿 好像反而会变成一个罪 你知道吗 就是爸爸 爸爸如果跟女儿做 会如果给人家发现 好像会变成 你知道吗 那个罪名会不一样 就可能 好像会变成 最大 就是罪大恶极 可是你想一想 你们有觉得 如果教师 换回来现在这个新闻 女生变成 变成儿子跟妈妈做 你会觉得 咦 虽然你会感觉到恶心 但是 我不懂为什么 我自己个人会觉得 好像 恶心跟恶心 但是好像不只要到犯罪的level 所以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我不懂是 因为她现在还没有澄清 到底是真实还是 是假的吗 我觉得如果 万一真的发现 我的另一半 是跟她的第一次 是跟她的家人做的话 会要到分手的程度吗 我觉得 我会有心理阴影 以后我看 我想要跟她做的时候 我就会想过这个东西是她家人用过的 我就会觉得非常搞笑 或者我真的没有办法 兴奋 我没有办法印起来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 根深地固在我的脑海里 我是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很恶心的东西 所以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的人 所以 希望这件事情是假的 不然 我觉得就算是假的了 过后 我觉得女生的阴影 也是会蛮重的 因为毕竟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这个 这个女生朋友的 这个女生的存在 到现在男方的家人 是不知道的吗 至于为什么男生一直没有去带出这个女生的存在 给他家人 知道 我觉得 多少有点跟他们的交易关有关系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 好像台湾会比较经常发生 或者是台湾可能会比较经常 投在他们的D卡 或者是Trends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反正 Malaysia比较少 这个是我一直觉得套节点 可能我们的总文化关系不要 还是我们可能是这种 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 接下来是第三篇新闻 第三篇新闻就是 我个人觉得自己蛮常做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事情 对于大家来说 是那么不可接受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子 因为日本一名26岁的上班族 在社交媒体分享了 他与男朋友之间的一些小忠识 引起网友的热议 就是他跟这个男生 已经交往三年多 这个男生之前有过一段婚姻 然后有个小孩 目前小孩只是跟他的前妻 一起抚养 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快餐吃的东西 所以男友 他们两个点完餐了 过后不是有薯条的 他们就把 那个男生就直接把薯条 倒在那个坨盘上面 然后还想把他的薯条一起倒下去 然后那女生就表示震惊 因为他不喜欢人家碰他食物 而且他觉得这样子薯条 会容易变脸窝 虽然就立刻制止了男友 但是男友就觉得 这有什么好制止 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吗 他不理解为什么 女生要这么大反应 然后甚至有一点小小的口角 然后这个女生就表示 对男友这个男生非常失望 什么意思 你对他失望的点是什么 因为他不尊重你 或者是他喜欢把薯条倒在坨盘上面 可是我自己是很经常把薯条倒在坨盘上面 因为通常去麦donald 或者去麦donald 他通常不是会有一张 垫在上面的面 我自己会直接倒在上面 因为我喜欢那种这样子的吃法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对很多人讲是一个不尊重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不干净 我自己吃了是还好 反正你也不能保证你那个薯条和脂肪都是干净的嘛 如果你硬要这样子比的话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习惯的 个人的一个习惯这样子 所以这件事情投出来很多人就会讨论说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确实有 这个习惯会有个卫生的问题 然后男友太自我为重心 我觉得 为什么现在的人对于 每个人好像都是一个道德大使这样子 他会觉得 网友 这个底下我们在讨论 他就会觉得男友太自我为重心 或者是因为没有顾及 他会觉得男友太自我为重心 没有顾及到女朋友的感受 甚至是自私的想要吃更多 我就觉得 为什么现在的人要这么阴谋论 当男友 另外一面就是有网友说 可能他养育过小孩子 因为他跟前妻有过小孩 所以他很习惯 就是把所有薯条倒在一起 过小孩子可以直接这样吃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 我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我是不知道你们是平常是怎么样吃薯条 我个人是跟那个男生 一样就是自己倒在土栏上面 然后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很多网友叫我们分手 因为可以反映出男友 待人处事的一个本性 因为他觉得他无法理解 双方无法理解必要的 必持的行为的时候 这段感情就很难持久 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其实现在很多人 把自己站在自高点 很常把自己站在一个自高点 去评论那种网友的一些分享文 心情文这样子 然后动不动就叫人家分手 其实我自己偶尔也会这样子 但是我不会打出来 我不会留言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想法 但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这样想 但很多人就动不动叫人家分手 或者是什么 然后大家好像对于一些事情会放大到很大来看 就是表示说这个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你好好讲一句 你不喜欢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下次 下次我们就分开吃 就一个薯条的东西吧 然后我觉得如果 这种东西 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好好沟通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你都没有办法好好沟通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 我个人是觉得 难得可能 难得都没有讲错到很严重 应该是说他只是不知道女生 所以都不是买多一分数条解决就好了 可是女生的站在他的立场 是不是因为他不沟通 我个人是不知道这一点是什么 只是我很常发现 好像很多网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 动作其实很多事情是很小事 然后网民就会把它很严重化 或者是上升到 把所有一件薯条事情上升到人格 上升到人格 上升到性格 然后再上升到你们的相处 然后去说这件事 其实你们两个不合应该分手 或者是什么 一些小事就是一个薯条而已嘛 到不了就不吃薯条 到不了就买另外一包薯条而已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要闹到分手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篇新闻 最后一篇新闻 我自己听 自己看完是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新闻 就是台湾也是台湾的新闻 有一个台湾的网友在 DK表示 他其实最近想要结婚生子 但是 他的女生的薪水是男生的两倍 所以他不想要在家 在家带小孩 男友就表示 我可以当内 我可以组内 就是女子组外 他组内 他就当家庭主妇 包办所有家务跟带小孩 不过女生朋友 表示非常傻眼 为什么呢 因为他平时是一个 一间家务都做不好的人 对女生来讲 他站在女生的角度 他觉得 那个男生 他平常晾衣服 也只是把衣服挂上去 他其实没有弄好 没有铺好 也没有去理 然后扫地的时候 也就是 把人看到的地方 这样扫一扫 他那种 没有移开 那种障碍物 或者是东西 也没有挪开 就这样扫 然后煮完东西 也没有去请你 那个被撂台 或者是煮油的地方 也没有去请你 这样子啦 反正就是一个家务 都做不好的男生 为什么他有点提出来说 这个东西 他可以很乐 但是他 女生有讲说 他其实 每次跟他聊到结婚生子 这件事情会不开心 甚至有几次 到差点要分手 就不过接线一点 其实我觉得 这个女生很厉害 他直接对他的男朋友讲 如果我要结婚 我绝对不会找 你这个对这样子的人 就找你这样子条件的人结婚 可是我不懂 这个男生的翻译也很特别 他就是想 嗯 我也是这样觉得 好吧 我自己努力再加强 可是 然后 女朋友就觉得 哎呀 好无奈 我不懂 到底他是不是有听懂 或者是他听懂了 有没有改这件事情 我自己个人听完下来 会觉得 这个男生其实有一点蛮做到很厉害 就是一点 第一点就是 有两种可能 第一点 他是完全 有听没有懂 第二点 是他觉得他听懂 并且他有改善了 可是他其实改变了 跟没有改变 对女生来讲 也是没有差 这个 这一点 我自己个人看完整篇新闻 我个人认为他 我个人认为他 其实更像第二点 就是 那个男生有真的想要更进一步去 改善自己 但是他其实根本做不到 这样女生就会觉得 What the fuck 你自己都做到这样的程度 你跟我讲 要当家庭主妇 这个再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第二点 这个我要跟大家聊到的 其实就是 如果很多时候 我们要学习这个男生的一个点 就是 适当的装傻 就是很多时候 你要适当的装傻 只要不大到 可以影响到你的那种 你的生活 你的生计的话 其实你适当的装傻 其实可以改善你很多 你跟你另一半的纠纷 就好像你看 如果像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女生如果正常男生 女生直接到好 就是当着你的面 到好到面 这样骂你说 你这样子的条件 我才不会跟你结婚 通常男生 是不是变小 等小几 就是直接发脸说 你他妈的 你在讲什么 就开始各种吵架 但是这个男生 你说他情商高吗 或者你说他智商低吗 我个人认为他 其实应该不是 就是他适当的装傻 这一点 我自己觉得 还蛮处理的蛮好的 因为你看如果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篇新闻 除了要跟大家分享这篇趣闻之外 也给大家看得出 其实很多时候 适当的装傻 或许可以处理好你们 身边的人际关系 这样子 就是四篇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趣闻 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听 晚上是怎么样了 目前我刚刚有把第一单 拉出来了 自己听 我个人觉得 还算OK 还算OK 只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家环境 还算是有点小小的杂硬 但我试看后续处理到怎么样 然后你们听到的话 这个是我没有处理过的应答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OK的话 然后你们有需要的话 我认真觉得 然后经济能力也不错的话 我真的觉得可以 私下用16promise 完成一个podcast 这是我对讲真的啦 讲真的 我自己是非常感恩 有这个电话的出现 就是你知道如果其实 讲真如果你要 你要做好一个podcast 其实很多东西 器材是很贵的 包括你像 如果你要拍 如果你还要包括拍 就有相机啊 什么麦克风 然后麦克风 然后收音的 然后你要有一个空间 然后你要有那个调音机 就是那个mixer 其实家家买买是一个很不小的钱 当然你不要讲 你要做到像百灵果那种 很专业很专业的团队做出来的话 如果你是自己个人 然后想要从新开始 从另开始做起的话 我个人觉得 其实16V已经算是一个还不错的 只是 我个人觉得他的造价有一点点小贵 比较准处其他的话还算是ok的 我也是 我也是来工啦 我也没有直接买断啦 毕竟买断很可怕 但希望你们会喜欢唱被搞搞 然后我们就下一集见啦 我是艾文 bye